现在我们来考察第三步 简单说 现代物理学革命 主要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 两朵乌云所表示的是两个危机 两个心理论各解决了一个 危机是麦克尔逊莫雷实验问题 主要解决者是爱因斯坦 心理论是相对论 第二个 危机是黑体辐射实验问题 主要解决者是普朗克 心理论是量子论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危机 但你要相信 当时的物理学家们是切身感受到的 这是一个物理学还算不算个东西 还管不管用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说说物理学是什么 物理学就是用实验语言 描述物体的时空状态和变化 而且它是一个定量的演绎体系 可以精确预言系统的未来时空状态 就是说它达到了实验语言和逻辑语言的统一 这就是物理学的厉害之处 为什么要追求实验语言和逻辑语言的统一 因为目前看来 这最容易达成一致性 你说铁是软的 面粉是硬的 那你就从高处跳下去试试 这样就能达成一致性 当你说铁是美丽的 水是高尚的 那很难达成一致性 物理学的发展某种意义上 就是完成这种实验语言和逻辑语言的统一 但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人类的语言之所以有意义 有交流功能 就在于它是在群体对语言的运用中逐步形成的 如果是某个人一下子发明的 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没有意义的 物理学的语言 起初自然有不少 是从日常语言和早期哲学家那里继承来的 并非都是可观测量 但这很正常 总得有个最初的框架 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 否则就不需要继续研究了 但问题也在这里 时间 空间 物质 运动 这些其实不是观察对象 而是思维放愁 思维放愁本身无所为对错 但科学作为人的一种思维活动 跟人的别的思维活动 有什么区别 刚才说了 首先你说的东西必须可观测 其次不能有逻辑矛盾 当很多人以为物理学已经接近王上 接近真理时 也有人发现这种问题 马赫就是这样一个敏锐的人 他发现牛顿力学 是以一个不能用经验证明的 绝对时空为基本框架的 绝对时空就是 时间 空间 相互独立 空间 均匀 平直 三维 各项同性 时间 均匀 平直 一维 不可逆 时间 空间与物质各自独立 马赫是敏锐的人 爱因斯坦就是那个抓住要害的人 以太是一种理论上推响的 连续弹性戒指模型 这是旧波动论必须的 但是以太不可光测 它等于真空 真空本身就是什么都没有 迈克尔顺莫雷实验 牵出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 光速与光源的运动无光 力学里速度都是相对的 你骑在马上射箭 对站在地上不动的观察者来说 射出去的箭的速度 等于弓弦的弹力 给予的速度 加马的速度 现在到了电磁学这里 光的速度与光在哪个光线系中 运动无光 光速成了绝对的 到底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说明物理学自己有矛盾 不统一 对此 逻辑上可以有两种选择 保留光在以太中运动的模型 这使以太 扮演了那个绝对禁止的 背景空间的角色 而且光的运动 符合经典相对性原理 也就是伽利略变况 那么为什么 本来是相对的速度变成绝对了 那就假定 物体 运动物体 在运动方向上缩短了 这个缩短 弥补了那个 本因存在的消失了的相对量 费茨杰拉德和罗伦兹 采取了这一逻辑 并且得出了根号 一减微平方分之c平方 那个变幻系数 但这个代价是必须修改 钢体的固有属性 钢体原来的定义 不就是体积不变吗 现在却变短了 怎么变短呢 是原子变扁了吗 那可得重新搞一部 原子变扁的物理学啊 这个事情搞得太复杂 另一种逻辑选择 认为光束不变 但必须修改长度和时间的定义 即物理学谈论的长度和时间 不是物体和宇宙的固有属性 也就是对每个观察者一致 而是光测值 也就是对每个观察者不一致 这样就无需修改物质结构 也不需要以太这个东西 除了爱因斯坦 没有人想到采取这个逻辑 至于别的选择 比如以太飘移 就是认为以太跟随地球一起运动 这仿佛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 地球中心宇宙和本性学说 那就更没有前途了 接下来爱因斯坦把光束不变原理 也就是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是常数性 与光源和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无关 和相对性原理 也就是一切物理学定律 在所有光性系中是等价的 把这两个原理提升为公理 并根据这两个原理 直接推导出罗伦之变化 狭义相对论 也就是不涉及非光性系的相对论 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推导 其他那些 比如同时性的相对性 就是这个图上面的 对路边的观察者来说 是同时的两个闪电 对车上的观察者来说 是不同时的 实说就是运动中的物质变短 中慢就是运动中的时间变慢 还有运动中的质量变大 职能光细事等 都是推论 而且还导出速度远小于光速时 相对论公式回归牛顿力学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 狭义相对论的公式 罗伦之已经得到 但对公式的解释 及公式的物理意义 在罗伦之那里和爱因斯坦这里 完全不一样 爱因斯坦的理论简单而自洽 问题不是有没有绝对时空 以太存不存在 钢体是否变贬 而是不再需要这些概念 这就极大的改变了物理学和我们的观念 我们原以为 长度和时间是物质和宇宙的固有属性 对每个观察者是一致的 现在作为获得简单而自洽的认识的代价 我们必须接受物理学不是描述物质的固有属性 而是描述我们的观察 这一思维方式的飞跃 以及由此带来的认识上的巨大便利 才是革命性的 记住 光束不变 不是光的本性 而是一条符合光测效应的逻辑公色 将它提升为公色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简单而自洽的理论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区分点在于 前者只涉及光性系 并且不涉及引力 不推广道非光性系 回避引力场 相对论是不完整的 为此 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基本原理 等效原理 就是引力场 对物体的引力作用 与物体的加速运动是等效的 和广义相对性原理 就是所有物理定律 在任何参照系中都具有相同形式 如果一个 骑在水平飞行的火箭头上的人 随火箭一起沿泡物线下落 这是因为受到地球的引力 还是自己的光性使然 从观察上 那个人是无法辨认的 也就是说 从观察上 二者是等效的 你认为是受到引力作用 不是你的观察结果 而是你接受了引力解释 所以没有必要同时保留引力场和光性力场 两个概念 二者在观察上等效 保留一个就够了 简单的说 广义相对论就是把时空表述为一个 弯曲的视为时空 引力越大的地方 曲率越大 这样就把所有运动描述为物体 沿着视为时空直线 就是欧极里的曲线的光性运动 对这个时空的表述需要用到黎曼几何 所以要更多的理解 广义相对论 数学上有一定难度 我们这里需要理解的是 这是一个比狭义相对论更彻底 更具有逻辑简明性的动力学理论 它的那些神奇的推论 比如光线在引力大的地方发生弯曲 引力红移 就是光线朝向引力中心运动时 波长变长等等 后来都得到了证实 广义相对论 还开启了一门新的科学领域 叫做现代宇宙学 从相对论建立的过程 我们还能认识到 数学对物理学的重要性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 再见